本学期图资逸文学名人演讲 特别邀请到唐凤政务委员为我们带来题目为 数位社会创新AI的美丽与哀愁专题演讲 在演讲正式开始前 首先我们请正修科技大学由布平副校长致辞 我们今天的主讲是唐凤政务委员 以及南部联合办公室的几位同仁 还有我们市副长 还有我们电算中心的几位同仁 以及我们各位同学 我想我们今天很难得 邀请到我们政务委员唐凤先生 政务委员各位知道 政务委员是很大的 政务委员大到是跟我们教育部长 是一样大的 全国的政务委员是各位数 所以今天来的是真的是大人物 那我想这个 比较感动的就是 唐政务委员 我记得在林院长的时候 用唐政务委员的时候 那时候的感觉 就是好像说 怎么用一个 不好意思 我就讲怪胎 因为委员他不是正规学校 不是像我们同学一样 从正式的学校出来 但是他却把台湾带到国际 这两年下来 有些人不看 但是事实上 我们看一个委员 看一个人物成功与否 很重要的 看他管的业务 有没有越来越多 有没有越来越多的人 希望他管 我们现在 过去我们 青年的事务 大概就是我们叫清福会 那现在是 教育部里面的青年发展室 那现在的这一块的青年事务 青年参与公共事务 已经是我们唐委员在负责 这个就是说 我们社会 台湾的社会 事实上也是在认知 那第二点 刚刚来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因为 现在你在网络上看 我们请 很优秀的人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听众 我们这个报名 各位 听说是 一百个年额给各位 一下子就买了 而且还在开放 但是呢 我们现在知道 有很多同学的习惯 就喜欢报名 但是就忘了来 尤其是昨天又是放假 今天礼拜一 有上课恐惧症 对不对 所以 迟到了 算了 不要来了 那学校呢 也没有正式的调文法规 可以 可以处分各位 或什么的 也不宜了 刚刚也特别请教了 政委 然后 政委 就跟我们讲个概念 因为政委讲调了 强调的是 这个 温泡 不是我们讲的 学校一直跟各位讲 这个 soft power 它是 这个 这个卵实力 那 这里面呢 当然也希望就是 一种很柔心的 就好像他处理很多事情 就弄于 真的假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对那一套 这个 处理的方式 那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 在 我们网络的世界里面 尤其今天我们主题 有一大部分还是我们 同学 那你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那我们现在同学里面也知道最担心的 其实老师也多担心 行政研人也多担心 网络霸力 政委呢 有一套叫做 什么行为治疗 精神按摩 然后呢 一个认知的一个行为治疗 那我想这方面 我们也一定要趁这一次机会 很难得 政委呢 能够来到我们这个 算是南部的一个学校 那是不是我们 所有同学 还有我们同志们 这列掌声 来欢迎我们 杭振伟 谢谢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 我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就是从现在到11点 那有些同学可能是比较后来进来 所以再说一次 就是今天我讲的内容 是完全由各位所决定 那如果有手机 可以扫QR Code的话 是可以扫这个QR Code 那如果没有QR Code的话 可以手动键入slido.com slido.com 然后输入今天日期513 就可以进入这个聊天室 那这个聊天室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说 它是匿名的提问 当然你也可以 就是取一个名字 像目前第一名的问题 就是薛甘霖 说这个提问 那所以就是欢迎 这个在上面及时的追问 新的问题会跑到底下 像这个是说 这次是专程来 还是刚好来 当然是专程来了 然后 那在这位 这个像薛同学 有三个赞 我就表示说 在场至少有三个人 在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所以如果你看到 上面有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那也可以尽量的按赞 因为赞的数量越多 我就越知道说 这边的朋友们 比较关心什么样子的话题 那如果到11点的时候 就还没有完全回答完 那就先说不好意思 那如果到11点以前 就已经全部回答完 而且也没有人举手的话 那我们就提早结束 不过从来没有提早结束过 这次大概也 不会提早结束了 OK好 那我们就 就直接认识开始 有四位同学们 想要问说 在AI的潮流底下 同学对于未来工作的方向 和应用内容 应该要怎么调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是 这是我的办公室 然后在台北 人爱路三段99号 然后这个办公室呢 很特别 就是它里面的这些装潢 布置啊什么 都是由全台湾的社会企业 就是想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又有商业模式的朋友们 设计出来的 那这个跟AI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跟AI关系很大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 大家都蛮习惯 随时看到一些怪胎啊 跑来跑去 像这些是自驾车 是自驾的三轮车 看起来就很像外星人 但是呢 它在别的空间也许很违和 但是呢 在这个空间 因为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 创意的设计的元素 大家就可以比较 用开放的心胸来迎接一个新的事物 所以在AI的时代里面 第一个就是不怕改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子的空间呢 我了解说像 这边也有很多朋友是学 时尚或者是学设计 或学创意的 那这个就是高雄这边 在地的一家社会企业 叫做写汉尔基金会 可能有朋友有听过 他们就是跟 有唐诗证的朋友 有就是Trustle Medifference 燃色体跟我们 比较不一样的朋友们合作 那我们看世界 可能是透过数字 或透过文字来看 但这些朋友们 在看世界的时候 是透过几何的方式来看 所以呢 他们有安排 所谓的艺术治疗 就是让这些朋友们 画出他们看到的世界 可是艺术治疗师就发现 说这些写汉尔 画出来的世界 我们一般人 是完全画不出来的 也就是说 他这样子画出来 我们把它具现化之后 踏入空间的人 就会突然之间 获得灵感 获得创意 那这个是 他们对这个空间的贡献 所以AI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每一个不同的 组织AI的方法 像这些自驾车 重点并不是说 他在这个空间里面 一定要做什么 反而是说 这个空间里面的人 希望他能够做什么 那这样子 我们去看 我们的生活的空间 去找出一些AI 可以做出 有价值的贡献的 这样子的工作 这个叫做体验设计 就是Experience Design 那当然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有不同的讲法 好比像说 如果你现在问 写汉文教基金会 他们在帮写汉儿去 规划所谓的烘焙 或者是做 各种各样子的 食物的加工 或者这些艺术的 创作的时候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会说 他们在做职在 就是职务流程 在设计 就是把平常人的 这个生活 就是生活跟工作的 这个动线 把它重新设计成 让这些 可能身心状况 跟一般人 比较不一样的朋友们 他们也可以有贡献的地方 所以帮AI去做 职务流程 在设计 去看我们的职务流程 去把我们一些 吸烟而不查的地方 去找出哪些地方 AI进来比较好 这个同样的 也是Experience Design 也是体验设计 所以这个就在 AI的时代里面 可能最重要的 新兴的工作之一 那这个就包含说 当这个看到这一堆 自驾三轮车 在我们这个空总 台北的 仁海路三段 99号 前是一个空军总 司令部 现在已经变成了 一个这种 创意的实验室 那我们就会去 触类旁通 去想它旁边是什么 那空总旁边 就是台北的 一个叫建国花室 那就是 就是卖花的嘛 就是一个 很长的卖花的地方 那它是建国高架桥 底下的一个空间 那所以就有 很多朋友去想说 那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AI 它就可以帮助 老人家们 或者任何人 在建国花室 买花的时候 它就可以 亦步亦去的 好像是一个购物车 但是你不用去拖它 它就跟着你走 你买了花 就可以往上放 然后放一放 它快满了 就会再叫一台来 然后你买完之后 你就坐上第一台 它就送你回家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我们叫user journey 使用者的流程 就是这个车子 本身不会说 你一定要怎么使用它 但是我们在这样子 互动的过程里面 就可以找到说 AI在人类社会里面 可以扮演怎么样 有加持的角色 而且在这中间 你会看到它很多不足 像台海花室 如果碰到 它无法判别的情况 它就会闪红灯 可是没有人知道 它闪红灯是为了什么 所以呢 就有很多做设计的朋友们 去做了它的叫做open hardware 就是它的硬体是开放的 就可以随便改 所以呢 它就把一只眼睛 改成两只眼睛 然后这两只眼睛呢 LED也从一个改成很多个 所以它就会眨眼 然后呢 而且它会看着这个 它觉得不知道怎么判断 那个地方 然后透过一些表情啊 声音啊等等 所以这叫co-domestication 就是慢慢的 就是它就循化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AI是洪水猛兽 是无法理解的东西 而是能够一起去了解说 它在这个社会上面 扮演怎么样的角色的时候 大家能够去让它融入这个社会 所以这种co-domestication 严格来讲 它也是体验设计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工作的方向里面 会有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我们会需要问说 哪些社会里面的角色 是可以把这些AI整合进来的 好 那有一位朋友追问说 这个AI可不可以用在图书馆 AI当然可以用在图书馆 基本上我们要看 一个工作里面 有没有AI可以介入的地方 我们就是要看 这个工作的成分里面 有没有我们叫做trivial 那在场如果有学咨询科学 trivial是一个很 很技术性的一个字 它我们中文现在先翻成 融好了 就是比较融的工作 那什么是融呢 就是它的输入的结构很简单 输出的结构很简单 任何人来做 不管你的生命经验 有什么不一样 做出来只有 它的判断速度的差别 像这样子就是很融 好比想说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你就是如果学生 有一些有标准答案的考卷 像四则运算什么 改这个考卷 就是一件很融的事情 因为任何人来 大概改的都一样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这一部分就可以自动化 你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APP 你是可以拿一个手机 这样扫过去 它就帮你把考卷改好 那这个部分 就可以让老师的时间空下来 然后花更多时间 去跟学生相处 更多去做 就是刚刚说的暖实力 有温度的这种沟通 那这些不同生命经验 做出来完全不一样 那这些就是AI没有办法取代的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 就是实际看一下 图书馆的馆员的工作流程里面 哪些部分是任何人来做 都一样的 那些部分就可以用AI 把它自动化 哪些部分是每个人来做 都不一样 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的 那些部分就可以鼓励 大家尽可能的去做 有八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LINE上面很多假消息 要怎么样子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刚才这个副厂长已经有提到 我们的COFAQ这个计划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COFAQ这个计划 其实非常的过计划 因为我的iPad是设成英文 所以它就是一个英文的 那如果大家打开 cofax.g0v.tw的话 应该会看到中文的 那在这个就是project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G0V的一个计划 G0V大家有听过吗 想大部分没有 好 G0V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的政府做的网站 或者做的服务 或者做的什么 它大概都是GOV结尾嘛 立法院ly.gov 新政院ey.gov等等 那G0V就是2012年的时候 有一些人 他注册了一个网址 叫g0v.tw 那口号就是叫做 拆政府原地重建 那个虽然是 就是比较耸动的一个口号 但是它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它去看任何政府网站 或者服务 做起来让人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不是上街抗议 而是自己架一个 一样的网站 但是呢 把那个网址里面的O 换成零 所以你看到什么什么点 gov.tw 你可以把那个O换成零 就是一个零的转移 你就进入这个 Shadow Government 进入临时政府 那在临时政府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把 本来是非常的困难 去了解的像500多页的 中央政府总预算的PDF 去做一个视觉化 那在视觉化过程里面 大家就可以一个一个 点到自己所在意的 那一部分的预算 而且就那一部分的预算 就是问世的 去跟其他的网友讨论 所以这样就把一个 很枯燥无味的预算 变成一个非常互动的 一个系统 那在G0V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是把所有的 这个著作财产权 大概都是分享出来的 所以每次民间 一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觉得是很棒 那这样就可以去施加压力 让政府在下一次 采购的时候 把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变成政府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从2016年开始 G0V的第一个专案 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视觉化 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 就是行政院的 Joying平台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 Joying.gov.t 到比如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的话 就可以看到说 行政院的来监督的这一区 其实已经有当年的 G0V的中央政府 总预算的视觉化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 机关的支用数之外 你可以看到目前 1887个计划 所有的计划的执行进度 他开了哪些标案 所有这些东西 所以本来只有23个人 左右可以管考的 现在就变成2300万人 都可以管考 就你就可以看到 卫福部在长照这边 做的事情 而且即使你的提问 那卫福部的同人 也都会在这边 总整的回应 所以这就是 把民间的这种社会创新 把它变成政策创新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那所以呢同样的道理 LINE上面的假消息 相当多 那第一个在回应的 这个也是G0V的一个专案 就叫做真的假的 所以看到是Cofax 点G0V 点TW 不是GOV 那他做的事情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如果你加了 这个机器人 当你的LINE朋友的话 你每次看到一个假讯息 或你不知道是真的 还是假讯息的时候 通常他的运作的机制 都会说他很耸动嘛 让人看到忍不住 想要去转传 那你这个忍不住 想要转传的冲动 就可以转传给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不会被你影响 那机器人收到之后呢 他就会变成是 一个真的假的 的一个资料库的一员 所以只要任何人 对这样子的一个 回报过的 讯息有任何澄清 或者回应的时候 这个机器人 就会回来找你 跟你说 这个已经有人澄清过了 事实上这件事情 并不是这样之类 那甚至如果 有两个以上 三个以上 有越来越多的人 回报这个讯息的话 那我们现在 马上就可以看到 现在最流行的 像什么瓦斯桶 千万不要敲 不要摇啊 或者灭蟑螂 不要用摇啊 真的吗 为什么 然后或者是 什么 深蓝色衣服 马祖娘娘出现神机 OK好 这个我想我就不要 不要看太久 因为可能会有精神污染 那但是 无论就是 大家就可以 这个很快的看到说 这个 大家这个 现在最最流行的 最流行的谣言是什么 那所以好比像说 这个美奈敏的餐具 那这个 说什么 这个 会有什么问题啊 什么之类 但是重点是说 不要去围魄 而不是说 他不能拿来装牛肉面 这是完全两回事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每次有谣言 在这边流行的时候 那就会有另外一组人 就是专业的 新闻媒体工作者 在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这边就会开始 一个一个去进行的查核 就是他去找 美奈敏到底是什么 高一大研究是不是真的 各国对美奈敏的 管制的方法等等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很武断的去裁决 这一定是假的 或真的不是假的 他是带着大家 去做一个事实查核的工作 去告诉大家 如何一步一步一趋的 好 OK 一步一趋的 去把网络上面 现在这个 最最流行的一些 一些事情 这个去 去就是进行 进行查核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 这是蛮好 就是这个媒体 试读教育的 一部分 而且任何人 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加入 这个真的假的的 这个查核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在 就是一起做 这个查核的时候 其实就很像是 我们在email里面 去收到垃圾诈骗邮件 大家可能 就是不一定记得 大概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 那时候 我如果一打开 email形象 收到的垃圾邮件 是比正常的邮件 要来得多的 那而且动不动 就会说可能奈捷利 哪个公主 有5000万元 什么要回到什么台湾 希望我提供我账号 什么之类的 因为寄一封email 当时没有成本 所以就非常非常多人 去寄这样的垃圾诈骗邮件 那email又是私人通讯 所以国家也不可能 去开拆嘛 那所以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当时的解决方法 就是我们说服所有 做电子邮件软体的厂商 包含Gmail Harmail或者是等等的 都在自己的软体里面 加上一个小小的检举 这样子一个一面棋子 所以当你就是看到一个email 理论上它是私密的嘛 但是如果它是 就是垃圾诈骗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棋子 你就把它捐献出来 你就变成告诉国际上面组织 叫Spamhouse 就像我们的实时查核中心一样说 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一个邮件 那只要有足够多人举报之后 他就会去发出一个查核 说对这个 他真的是一个垃圾诈骗邮件 那当他这样子发出来之后 有什么效果呢 这个效果就是说 在接下来这个人 想要再寄邮件 给一个新的人的时候 他的那封邮件 就会跑到那一个人的 垃圾邮件资料夹里面去 你说这并不是言论禁止了 他也没有下架 他信还是送到了嘛 只是说他预设 是跑到垃圾邮件的资料夹 所以除非你时间很多 你时间如果很多 你当然可以一封一封看 但是大部分时候 他是不会浪费掉彼此的注意力 所以同样的 当台湾市查核中心 把一个事情 他查为错误的时候 那大概到六月的时候 就是各大平台上 包含Facebook都承诺说 如果这边把它判定为错误的话 那除非你只有这一个朋友 就是你很边缘啦 那这样他还是会显示到你的墙上 但是如果你有别的朋友的话 那Facebook就会显现 你别的朋友的动态 就不会显现这个动态 那他的传染力 就会降到本来的五分之一以下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好像跑到垃圾右键资料夹一样 你如果真的时间很多 或者真的你只有哪一个朋友 你还是可以去看 那看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加上一行警语说 台湾市查核中心已经判定 这个是不实的 请按这边了解更多 等于是透过加注警语的方式 让大家更了解说 为什么会有人来散发 这些不实的讯息 所以我们目前大概是用 这样子的方式在处理 那所以同样的 当民间的这个真的假的 或者美誉一样这些 做得不错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找一个叫做数位当则 数位就是digital 然后当则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要给出一个交代的意思 那数位当则就是line 也这个在这个其他平台之后 也开始跟这几个平台去进行合作 那所以应该很快的line上面 他就会不但有一个 及时的澄清的这个专区 而且也可以让任何 就算没有加真的假的 当做朋友的line的使用者 也可以长按一个讯息 然后去进行回报的工作 最后跟我们当年说服 就是gmail啊 哈mail啊 去加那个就是监局的标签 是一样的 所以同样这就是从G0V开始 但是最后就是变成行政员也好 其他的公务的同仁也好 都可以同时跟line 进行这样子合作的方式 那有八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如果学生投入创新比赛 或者创新制作的时间 会妨碍基础学习的时间 那应该如何取舍 那简单来讲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很投入 那这样子你就就投入 就是说这个基本上 我们叫做自发的素养 我们其实在学习的时候 不管是在大学 或者是在国民教育的学习阶段 我们现在所谓的素养导向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素养 最优先的一个素养 就是叫做自发 自发的意思就是 你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想要去了解它 想要去解决它 然后你的学习的路径 是由你的这个兴趣所决定的 那这个才是学习的根本 如果你学了不管再多东西 如果你越学越没有 这种自发的热情的话 那虽然你现在也许 掌握了很多的知识 但是当下一波 这个知识的改变来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那个去 就是追上去的那样子一个热情 所以保持这个自发的热情 我想是最重要的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啦 就是自发互动 共好嘛 互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很多事情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解决 所以自发是很棒 但是你也不要觉得 好像只有自己的角度 可以解决 要组对打怪去 就是结合不同专长 不同领域的朋友 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 那共好就是 不要把别人当作是工具嘛 或者工具人嘛 而是说把别人当作是 也是有它的价值 那大家立场不同的 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 那创新比赛也好 创新专题也好 大概就是一个借口啦 可以让大家认识各种不同领域的朋友 找到共同的目标 然后去试着组对打怪 那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切合我们 自发互动共好的这个素养 那当然如果反过来讲 就是说是就是别人就是 就是你被投入创新比赛 或你被投入创新专题 你其实就不觉得很有意思 那你宁可去把这个技术学习 学好的话 那当然也不要 就是轻易的被推坑 所以这是就是一提两面啦 就是你有任何一个创新 它其实都是先从自己的动机出发的 如果你投入这个创新觉得 我真的有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大概就可以比较容易 做出真正创新的成品 那如果只是为了得第一名的话 那当然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也是一个激励啦 但是就比较难说 一直持续的就是创新下去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回过台 问问看自己说 这个对你的自发的素养 到底有没有帮助 有的话就投入 没有的话就舍去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AI运用在分析上面很有效 但是只做出结论 无法了解其如何决策 如此一来会不会造成 某些经验或者技术的分析 无法去传承 确实是这样 其实目前这一代的AI 当你要问他为什么 而且尤其是当他搞错了 你要问他为什么搞错的时候 他在这方面是相当的弱的 也就是说除非 他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把所谓的explainability 就是可以解释的这件事情 设计到这个系统里面 不然的话 那他大概就只会有 正确利于 就是对或者错与否的这个帕数 但当他是false negative 或false positive的时候 你很难要他给出一个交代 就是因为AI很难给出一个交代 所以我们目前在运用AI的时候 才尽可能都把他运用在 刚刚所讲的容的这件事情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他任何人来做的时候 还不像说其实下围棋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他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他一步好或者一步坏到最后下赢了下输了 他有个非常容易判断的一件事情 所以即使他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这样子下这一步棋 但是因为这个比较不会影响到外面的 其他的价值的判断 他就是这一件事情的最佳化而已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就比较不会造成社会的负担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想一想 在自驾车的情况之下 如果他这个现在撞到的人 但是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撞到的人的话 那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 像刚刚讲的那个自驾车的时候 我们是用时速 那一台三轮车可能五公里十公里吧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撞到人 也不会怎么样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那虽然说三轮车跑得快 那是同样啦 就是事实上三轮车就是跑得很慢 他是没有不可能就是撞到人 然后让人受重伤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一起建立说 他在就是还没有撞到人的时候 他怎么来解释他的决策 他怎么样融入这个社会的一个 我们叫norm就是一个常模 就这个社会觉得这辆车应该怎么样子做 那一个社会的常模跟另外一个社会 是很可能不一样的 像那些自驾车 他原来的设计者是在波士顿 在麻省理工学院 那他们麻省理工学院有做一个还蛮有名的调查 Nature好像有看的 就是说当自驾车想要这个让 让到的时候 如果自驾车觉得说有两边的人 那这两边的人 他就是只能让其中一边的人的时候 哪一边的人会比较重要 那他在全世界去用互动的方式 做了这样的调查 那在台湾的话 大家都一致的认为应该要敬老尊贤 先让老人 老人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接下来是可能有残疾的人士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女生 或者是这个怀孕的妇女等等 然后最后才是小孩 也就是说是老弱妇孺这个顺序 可能因为我们从小都听到大 所以说都觉得说是要按照这个顺序来 来敬老尊贤 那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叫做 就是恐夫子文化圈 儒教文化圈 但是在波士顿那边 他们是刚好相反 就是先让小孩 然后再让妇女 然后再让身心障碍者 老人其实不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某一个地方的常模 并不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常模 我们如果让AI的设计者 把他的这个社会 习烟而不少的一些习惯 在他们那边做training的时候 带到台湾这边 那当然看起来就很像洪水猛兽 因为他的这个做的事情啊 或者是判断的方法 跟台湾这边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倡议的 大概就是所谓的norm before regulation regulation before code 就是说我们先去透过这种慢速的 跟人互相的应对 去找到一个社会的常模是什么 找到之后 我们再透过一些原则 一些自律守则 或甚至一些法规 把它写下来 然后最后再让这些东西 变成人工智慧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时候 人工智慧的参数 就会反映这个社会的一个需求 那但是如果是反过来的话 就是你先有一些参数 参数去lobby 然后决定了法律 法律反过来改变这个社会的常模 那不免就会受到很多社会上面的冲突 所以我想norm before regulation 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有十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台湾虽然有像EU卡 E卡控 iCash 接着支付等多元电子支付 但人无法向中国大陆的微信 与支付宝那样子的普及 与使用电子支付 已经是未来的趋势 情况台湾在电子支付发展的瓶颈在那里 以及政府目前在这方面 推行的策略语言仅为何 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先做一个名词的厘清 基本上只要不是现金的 我们目前就把它叫做电子支付 所以好比像说 EU卡绝对是电子支付 那电子支付之外 当然还有行动支付 行动支付就是在一个载具 通常是有画面显示 像手表啊手环啊 或者是手机啊 那这些反正手开头的 这些你能够用感应式的 或扫QR code的方法去做支付 那那个是叫做行动支付 台湾基本上在推电子支付 最大的一个阻力 就是提款机的普及 那就是因为你在每一个便利商店 都非常容易的提到钱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 提前实在是一个 怎么讲都是比就是感应邮卡 或什么至少不差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在之前行政院检讨 这个行动支付的推动策略的时候 我也有开玩笑的说 我们只要宣布接下来一年 就是便利商店不能设提款机 而且我们就是不发伪钞 那这样我们马上电子支付就报表了 那但是事实上就是 我们没有什么伪钞 而且很容易找到提款机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只会在电子支付和行动支付 实际上比现金支付 或电子支付好用的时候 才会去用 而我们不会是像 像非洲大陆的一些地方 其实他们的那个行动支付率 还是远超过PRC 他们应该是世界之关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找不到提款机 而且伪钞长绝 所以你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不会为了充KPI 而充KPI啦 我们都知道充KPI很容易的 但是大家的生活 一定是本来要来的差 我们会做的事情是 我们让大家真的去发现说 在行动支付的过程里面 你的这个体验 要比现金要来的好 那举例来讲 像民间有一些创新的人 他们是把 是发现说拿手机出来 其实比较笨重 那我之前有带就是手表 用手表去感应 所以会稍微折一下 所以就是最最最舒服 最方便的方式 目前是指环 所以指环就稍微这样 感应一下 真的是很快 而且你指环平常就会带了嘛 那但是呢之前的我们的法规的限制 就是说 它的指环的这个感应 它必须要是到三公分 那三公分其实就是很近了 你的手又会有点骨折的感觉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只要民间的朋友们 一提出这样子的具体需求 我们就会把它relax 到可能十公分之类的这种距离 那当然是在就是 还是让它就是不会让你不小心就付了钱的这个前提底下 但是就是我们会具体的去看 就是每一个载具它实际上它应用的方式 然后去调整法规 去配合大家这个norm 就是社会的常模 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 当然大家今年报税可能发现 说报税会非常推荐你去用各种各样子的第三方支付 那如果你没有还没有在用 那也没有关系 它至少你知道有这些选项嘛 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让公营的所有的 不管是什么捷运啊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脚垫费水费等等这些部分 只要是你用行动支付的话 那我们就会吸收其中一部分的成本 去让大家的坚持更容易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说 其实有很多小的商家 摊贩商号 或甚至没有登记商号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为什么很喜欢收现金 是因为现金很难很难抽水 意思就是说 它虽然营业量很高 但是就它不是很想付5%营业税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如果说服它一定要去用 电子或行动支付 它似乎就非一非 就是缴税不可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没有什么动力啊 它宁可要你这个用现金支付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是 把它就是说服了财政部 在这个推广期 把它调降到1% 然后让这些朋友们 也稍微能够获得一些 放这些POS机器的一些补助 然后也说服他们说 其实长期看来 就是当大家都慢慢开始 使用电子或行动支付的时候 你坚持收现金 你可能会流失一部分的客源 只要这个流失的程度大过 就是它预期节省的税率 那在这个转嫌期 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人去导向 去使用电子支付 所以再次重申 就是我们并不是为了KPI KPI 只要你用现金还是比较方便 我们绝对不会说 那你就不能用现金 我们是想好这个环境 弄得比现金要来的方便上 有十位朋友们问说 有人说艺术是AI的弱点 但是最近AI的书作 却在拍卖会上面高价成交 AI究竟是创作还是模仿 其实就算是人类的艺术家 大概也很难跟你说明说 他的创作 到底多少是创作 有多少是模仿 重点还是说 他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动 为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价值 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说 我们说AI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但是我比较喜欢说 AI是所谓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它是辅助的智能 所以当你是一个艺术创作者的时候 AI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些 平常就是创作的老师们 会请学徒啊打下手啊 就是任何人来做 都差不多的那些比较 机械性的工作 那些让AI来做 其实是很容易 而且很快的 那但是呢 当这个创作的意念 就是它要达成什么 那这一部分呢 目前还是就是有艺术家的精神 等于是说 艺术家做自己觉得 他个人的生命经验 想要分享的部分 但是AI帮他去完成 那些比较机械性 那些操作性比较高的部分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在 像自动翻译上 我以前是一个专业的译者 那大家都说 这个翻译工作 会被AI完全的取代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翻译工作 并没有被AI取代 它反而让我们的 这些翻译者的 这个生活品质更高 因为我们翻译的过程里面 其实所谓性打哑嘛 这个越往后面越困难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就是先确保是我们没有翻错 因为翻错了就很糟糕 但是雅的部分 就是在那边挑用词 去修词 去让这些意思能够前后冠冠 真的把当年原文的 这个作者的意思 他的感受 原本的传达到我们用 就是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 那这个工作 其实是最有成就感的 因为它是创作工作 每个人来做都不一样 它其实就有点像重新创作 但是当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部分的时间 能够做这个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来翻字典 确定是我们翻这个词 没有翻错 但是现在呢 因为有了机器翻译 所以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翻译者的初稿 都是交给机器翻译去做 那机器翻译还可以去做不同的用字选择 但是机器翻出来的 虽然这个信的部分 大部分是没有问题 但其实机器它没有修辞策略这个概念 所以它并不会说你从头看到 我有一个一气呵成的感觉 这个感觉还是要就是人来创作 所以这个时候翻译工作者的工作 就比较像文学家的工作 就是你花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个打哑 哑这个部分上 那这个就是authenticity这个部分 那但是这个correctness这部分 基本上就是由机器来负责 所以就是机器跟人类会犯不同的错误 那机器做机器擅长的人类 做人类擅长的 这个AI plus CI 就是我们人类集体的智慧 再加上辅助师的智慧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过程 所以未来去坚持说 某些是百分之百人类创作 可能也没有那么有必要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事情 也不是百分之百手工制作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艺术创作也是一样的 就是里面会有AI帮忙的成分 但是它最后要产生出来 那个最终的感受 还是会由人来做这个判断 有十位朋友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谁来看守守门员 如果用AI来做最后的决定的话 那么谁来审核AI的决策 其实这个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说我们整个整体的人类 就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可以一起来去做判断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就是公共的事务上面 我们常常现在用一个叫做 AI power conversation 就是叫做polis的这一套系统 那这一套系统它的特色就是说 它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大家 对于一件事情的感受 那这个感受的分布 好像你的Facebook朋友 或Twitter朋友 它可能对一件事情 有各种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们整个社会 对某件事情加起来 还是可以有一些集体的感觉 那这个有几个前提 一个是说我们要共同的事实的基础 那这个就包含政府的开放资料 民间的开放资料 这些全部加在一起 那我们就问说 对这些客观的事实 可能你觉得很棒 他觉得不太怎么样等等 那这些都没有好坏对错之分 重点是我们空出一段时间 让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感受 能够彼此了解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去问说 那大家有什么想法 最好的想法就是能够照顾到 最多人感受的想法 然后最后再一起做出决定 所以好比像说当时我们在推自驾车杀核 就是自驾车创新实验条例的时候 应该严格来讲是无人载具 创新实验条例 因为连飞机啊船啊 或者开一开飞起来的 什么都算在里面 那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 当然大家会有一些疑虑等等 所以大家就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去 分享自己的想法 那你看到一个人想法 你可以选择同一 或者你可以选择不同一 那随着你说同一或不同一 你的这个代表的位置 就会跑到就是不同的位置去 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有个好处 就是它没有恢复的button 因为我们会发现说 只要你能够按恢复 就是就会有很多来乱的 那就是你就会 不就是论事而是去 就是对那个人去 去就是说声道事 那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恢复的button 就像slido啊 或police啊 或join啊 这些系统的话 那当你看到一个 你不同意的论点 那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提出一个 更好的论点嘛 让大家能够去祭祀广义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这个守门员的这个工作 就是去判断这个社会的 常模的工作 就可以去从以前 如果你只看大众媒体 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 所谓同问层的话 你会以为说整个社会 对某一件事情 它就只有这五个 非常互相分歧的一个意见 因为大部分的精力 都集中在这边 但是透过像police 这样子的系统 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大部分人 对大部分的事情 跟大部分的朋友们 在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有大部分一致的看法 那但是这个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是看不到的 如果我们只看大众媒体的话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把这种 常模一起建构出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 拿这样子的一个常模 然后去进行法规的拟定 或者去进行 公共政策的决定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样去看守AI 这件事情 就可以由大家 实际看AI的表现 然后一起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一起决定 然后就可以去做出调整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 利害关系人 在真的有第一手经验 有相同事实的情况下 然后去一起做出 这样子一种感受上面的 互相共鸣的 这样一种决定 所以这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部分 那当然第二部分就是 如果你现在正在做 AI的工作的话 那你也可以多想一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让 AI的这个道德判断 伦理判断 它更能够解释它自己 那这个我想这是 目前AI research 非常非常就是 重要的一个科目 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是一次写出500页的报告 这就像当年500页的预算一样 是不会有人看得懂的 而是说它必须要用非常视觉化 非常互动 让人能够一下子就可以问出 关键的问题的方式 去让大家不但知道 AI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也可以调整它的决定 那怎么样子实际在那个现场 就可以调整自己决定 或自己决定的参数 这个就是所谓的AI on chip Edge computing 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目前AI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因地质疑的 在那个地方按照大家不同的回应 去进行重新训练 然后调整它的参数 也真的只有这样子 才能够去避免说 在某一个这个大的中心 它在它的sample 跟它实际适用的范围 不一样的时候 去进行training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的谬误 像举一个例子 就是像Google当时 第一次去采用AI 把应该是皮卡萨 就是你放在它那边的照片 去自动加标签的时候 他们用的就是像ImageNet 这些当然就是看起来就很棒嘛 剑门钢木刻书种各种不同的物种里面都有 那所以它也就是不管你这个照片里面是什么鹦鹉啊 还是什么北极熊啊 它大概都可以认得 那但是当它刚上线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说他们就发现说很多的黑人朋友们的自拍都变成了大猩猩 然后那这为什么 因为它training set里面就大猩猩比黑人多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也不能说 这个AI它的判断 它在哪一个点上失存 因为你要不断地回推到它一开始那个资料 它那个资料本身就有一些问题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现在在推的很多的一种想法 就是说就是资料可能它不是一个单方可以决定的事情 而是我们实际用的那个地方 必须要能够完全参与这个就是使用资料的一个决策 那这个目前在国际上有个讲法叫做data collaboratives 就是资料的协作关系 那今天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就是很详细的讲data collaboratives的操作的方式 但是我们台湾就是也没有落入人后 我们每年都会去做这样子一个data collaboratives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我们目前把它叫做总统杯黑客送 就是每年我们会去挑选上百个 上百个题目里面 让大家今年是用平方投票法 就是投一票要一点 然后两票要四点 三票要九点 四票要十六点 那每个人有九十九点 所以你如果灌票 你就只能灌到九票最多了 而且还剩一些些点数 这样的方式去 在上百个题目里面挑出整个社会所关心的 那我们再绕着这个大家所关心的题目 去问说哪些人有资料 但是不知道如何处理 哪些人有处理的方式 但是不知道那个合法性 法规法尊等等 哪些人是公务员 很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 放到这个行政体系里面 但是他可能没有预算 也没有那个专业的职能 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一个这种资料需求里面 去找到我们叫tringual team 就是这样子三方的一个角色 那像去年这个前五名之一 就是叫做抢救水宝宝 就是台水公司 他有很多这些带着好像这个耳机的朋友们 在每天听漏水 那每年他从有一个漏水到听到这个漏水 可能一年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没有就是效率 而且他的工作的 主观成就感并不高 因为大部分时候他听是没有漏水的 那所以他透过总统为黑客松 就是结合了他没有资料嘛 结合了domain knowledge的这个老师们 然后也结合了会写coding 去做资料分析 机器学习的朋友们 那大家加在一起 写了一个line bot 所以这些老师傅们呢 他就只要今天不管在哪里出差 这个line的他的机器学徒 就会跟他说 师傅这个最近这三个地方 最可能漏水 你先听这三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听别的地方 那所以他主观成就感就变高了 而且也更快的去政策到漏水 这个准确率高他70% 那意思就是说 还是有相同多的部分要人来做判断 可至少他主观成就感变高 而且我们可以很快的政策到漏水 那因为我们透过联合国 所谓永续发展目标 每一个我们在做这样一个 对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 都可以去找到一个 联合公益区发展目标 169个的某一个去把它编号 像这一个在做的是6.4 就像图书馆做的那个 多位试镜位分类法 你知道一用这个几点几去做编号 全世界都会发现 台湾正在做这样子的创新 所以这种基台湾的AI机器学习 就可以像好比像纽西兰的朋友 就发现我们的工作 所以这组人在得了 总统培黑客松前五名的总统奖之后 他们就跑到威灵顿 跑到纽西兰 又工作了三个月 帮他们解决他们的缺水问题 他们本来没有缺水 但是因为气候变迁 所以现在开始缺水了 所以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永续发展目标的方式 去组成我们刚刚讲到的 资料协作关系 它又不只是国内的关系 它也可以是 就是全世界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年的 总统培黑客松收单 刚刚有20个题目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 也会选出五个 那这五个 其实是没有奖金的 但是总统会亲自颁奖给他 那这个奖杯呢 就代表总统的一个承诺 就是说到了明年 他们的这个想法 就会变成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那我们的公务体系 可以去做法规的调试 去做预算的调试 等等的这种调试 让大家透过三个月 做的这样子一个作品 能够不断的被 我们的行政体系 所延续下去 去最大化它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这是一个 当然比较长的回答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审核AI决策的方式 不是集中在技术人员 不是集中在资料提供者 也不是集中在 法规的这个人员上面 而是结合大家的 共同感受之后 由这三组人 一起来形成 Data Collaborative 来审核AI的决策 有11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很多电影对AI人工智慧 想要消灭人类的剧情 认为这些电影演的剧情 会不会真实的发生 我想人工智慧 不会想要消灭人类 都是人类想要消灭人类 就是人类想要消灭人类 通常不需要AI的帮忙 那所以就是说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说 我们在做AI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的去找到 它对人类是有帮助的 这些应用 而不是去找到说 好像它只对一小部分人 有帮助 然后对大部分人来讲 都是不太好的一些应用 像我们刚才有介绍说 我们透过Join平台 把所有的政府的这个预算 所有的采购 所有的研究案 所有这些东西 全部都透明 全部都上网 那民间就有很多人 可以来做分析 告诉政府说 可以怎么更有效的 来运用我们的预算 那像这样子 就是对大家都有公益 有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个应用 但是类似的这种资料 实识化的这种科技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应用 不是让政府对人民更透明 而是让人民对政府更透明 那就是附近也有一个经济体 正在做这样的实验 就是所谓的social credit 那social credit 就是说让每个人身上有个分数 那如果其实学习一些思想 什么的话分数就会增加 那如果就是讲了一些关键字的话 分数就会减少 减少到一个程度就不能买机票了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设计 它同样也是类似的技术的应用 说真的 但是它就是只让少数的 就是权利者有好处 但是却牺牲了大部分人 就是自由思想 自由行动等等的这些自由 所以我想技术本身 就像AI就是一种技术 技术本身 其实是并没有政治判断的 那重点是说 大家在运用这个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提醒自己 随时去想说 你做这件事情 虽然让你做一个创作者 能够自由地做出你想要看到的世界 但是你这样子的自由 有没有影响到其他别人的自由 那只有说你能够遂行自己的自由 同时也不要伤害到别人的自由 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才值得做 那如果是觉得说 那我可以随便障害其他人自由的话 那当然电影演的这些情节 并不是AI想要消灭人类 是那些隐身在AI后面 想要消灭人类才消灭人类 所以大概是 就可能不要这样做比较好 AI是确实是可以用来防止酒驾 那像我们现在立法院 刚刚三度通过的酒驾防止的 这些条文里面 也有提到酒精锁 酒精锁其实就是一个应用的技术 就是让大家在发动车子的时候 就是必须要先呼气 那这个车子判断说你没有喝醉 那这辆车子才让你开 那当然就这个 现在大家应该马上就开始想到 大概十种能够绕过酒精锁的方法 所以其实真正要解决酒驾的方式 并不是这个酒精锁 就是就可以全部解决的 而是这整个文化嘛 那但是最好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他根本不用开车 就是他坐上去之后 这个车子判断他这个已经忙了 那所以这辆车就自动帮他开到目的地 那但是这辆车在开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 他可能只能开时速20公里 那20公里也比走路好啊 对不对 何况他喝醉了根本不可能走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至少可以安全的到家 那他反正也喝忙了 所以开一个小时跟开半小时 大概也不会差很多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至少让他能够安全回家嘛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他安全回家 然后中间不要撞到其他人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管在推的这种 就是自动驾驶的 就是无人载具的创新实验条例 或者是更多的泛称的 所谓一般性的杀核 就是当你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你可以申请说 哎我有一年的时间 证明我的版本的法规 比本来的版本的法规要来的好 像这样子的一些实验 都是让大家在达到社会公共利益上 防止酒驾所造成的悲剧的这件事情上面 能够试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 酒精锁是第一步 它会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但我觉得要彻底的根治酒驾的问题 就是不要让人类来开车了 一个人类他必须要证明说 这个他精神状态很好 能够比AI开得快 你才让他比AI快得快 那但是如果他这个状况不是很好 很耗弱 或者是这个稍微有点忙了的话 那AI就乖乖的时速 20公里帮他开到家 那我想这个才是真正根治酒驾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有在 透过像无人载具沙盒 在开始努力 AI学习的东西要如何交道给人类 会不会太依赖AI 人们反而变笨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重点还是 你这个学习过程里面 你自己对学的东西 是不是有自己的见解 你如果没有自己的见解 然后只是背诵的话 就像我常常说的 就是在现在我觉得智商 就是像韦式成人治理测验这些 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因为如果有做过治理测验 可能知道 他就是要你正备一些数字 倒背一些数字 转90度什么之类的 什么问几张图片 哪个在前面 哪个在后面 什么之类 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最最容易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的手机 根本不用联网 你大概灌7个APP吧 那任何人做治理测验都报表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已经是 现在你只要带手机 每个人的智商 都已经报表的事情 所以它就已经是 上个世纪的思维 我们现在要再问的是说 你有这些APP 那你要怎么样灵活的 去运用它 你在灵活运用它的时候 怎么样子能够去跟 跟自己不同观点的人 去做有效的沟通 那这些是没有APP 能够帮你做到的吗 在这个过程里面 人的价值才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去说 我们依赖AI 或者依赖搜寻引擎 或依赖危机百科做作业 或什么之类的 这些其实都是 我觉得是 就是上个世纪的模式 到这个世纪的模式 还在转显的过程里 我觉得很快 就像我们在 新的课纲上路之后 我们请大家好中心 调整他们考试的方法一样 很快任何 你只要灌APP 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大概都不会考了啦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真正人的那个 判断的能力素养 才会真的展显出来 所以我想 大家会变得 越来越有创造力 但是那些就是 就是抽考啊 要你背一些数字啊 这些东西 当然你就可能 比较背不出来 因为整个网路就是你的记忆体嘛 那这个时候 当然也许从旧的观点来看 是变笨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 就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就可以空一些脑袋 出来做真正有创造力的工作 这个真的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我常被教育部的问 说这个行政院要我们在这个 就明年了嘛 这个让这个所有的大学生 有一半会城市设计 不管他本来学的是什么 什么外语啊 什么艺术创作 视觉传达还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学生设计就对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不是好像弹塔一样的一个潮流 是不是过了五年之后 这个大家就发现白学了 那我当然觉得说 这个重点是城市设计 他学的到底是一门城市语言 还是说这个城市设计 我们叫运算思维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把一件大的事情拆成 一些互相关联的小的事情 再把这些小的事情再拆成 你可以透过逻辑 透过自动化 让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情 就所谓大事化 小事化五 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那如果有这样子一种能力 拆分一个大的问题 系统性的思考 它变成小规模的 可以具体动手 大家彼此之间 可以找到一些 各自可以一起 就是所谓的 就是分身乏术 就是一个人砍书叫乏术 很多人砍书叫分身乏术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把一件事情拆成很多 让大家可以集体行动的事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运算思维 那这样子想事情的习惯 你完全不会城市语言 还是可以学的会 但是你会一点点城市语言 学起来比较快 那其实学城市语言 只是让你掌握运算思维 的一个捷径而已 那就好像说 大家这边可能很多人 听过设计思考 那我们现在在公部门里面 也会一直教公务同仁设计思考 那他们有时候 有时候也会很抗拒 觉得说 这个我们 对我们为什么会变成 这个都变成设计师 设计师不是 但是也就是做 做可能画画的 或者是视觉 或者空间 然后做这个包包 产品 什么才需要会这一套 那所以我同样 也是跟公务人员说 其实重点并不是说 你今天要设计一个 视觉作品 或设计一个空间作品 或一个建筑 不是这样我们大家在学的 只是设计师的这种 先确定问题定义 再开始行动 而不要忙懂 的这样子一种习惯而已 就是所谓的 How might we 先问说我们到底要如何 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 先把它收敛到 这种很精细的程度 我们再开始行动 而不是好像反射动作式的 有一个什么状况 马上就反射性的行动 然后到最后 大家的就是动作 都逼自己小 所以我们的 在政策设置里面 同样的就是并不是 真的要大家 就是一定要 每天都去贴便利贴 贴便利贴 只是为了要掌握 设计思考的这种 思考习惯 所以同样的 学程式语言 并不是说 大家到最后 都要跑去写程式 只是为了要掌握这个 就是运算思维 这种习惯 那有这样子的习惯 不管是设计思维 还是运算思维 在新的世纪 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概绝对不会 供果于求 但是如果教的方式 是变成大家就是要 好像硬要你去学一个 你就是没有要 移民过去的外语 那这样当然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这完全是 看教材教法的设计 有时因为朋友们问说 资讯大厂开发 各种智慧性设备 也包含大量AI的分析 感觉像进入了全民监控 在AI的时代 如何保有隐私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里面大概有两个答案 一个就是说 你只用自己需要的 在你自己需要的时候 那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很多它会有一个 叫做manufactured addiction 就是说你本来是没有上瘾的 但它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它比方说一直跳出 红色的一二三这个字啊 让你上瘾 那这些都是有办法 就是克服的啦 像我自己 用Facebook的方法 就是都会灌一个叫做 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那就是这要怎么翻呢 就是脸书墙面 墙面清净机 实际上是这样翻好了 对 那这个其实是 其实Mark Zuckerberg 这个说 他们最近要重新设计脸书 就是会把墙面拿掉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领先时代 那总之在脸书 当年还有墙面的时候 它这个 这是一个Chrome Safari Firefox 都有的一个外挂 那当你看到这个外挂之后 它会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它会把你的脸书 在墙面整个拿掉 然后换成一个很励志的格言 像这个是说 这个 就是真正的自由 成功的条件 就是要有一个有纪律的心灵 这个是阿德勒 感觉就非常德国 那无论如何 就是 不管它乱书险 是哪句格言 这也可以自定 它重点就是说 让你用脸书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你不预期的东西 它别的功能都还是在嘛 你想要去 跟你的朋友打声招呼 想要去参加个社团 然后有个活动 开一个直播 这些都都还在 但是你唯一没有的 就是那种很盲目的一直滑 然后想要看到什么 的那个心情 那个心情叫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很怕好像 这个没有揪到我 这样子的一种心情 那这种心情 其实是在脑里叫做 就是多巴胺 都扑们腮口 它就会一直好像老鼠 一直踩那个转轮一样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 但事实上也是很空虚 的这样一种心理急转 那所以脸书里面 很多部分 其实都是Pro Social 就是让人能够更容易认识彼此 那唯一只有墙面的这个部分 它是Anti Social 就是你越滑 就会越去丧失那种 真的出去跑去旧团的那种动力 这是一般而言 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所以我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让脸书 里面Pro Social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Anti Social的部分 把它拿掉 那所以光是了解到说 你可以去装这样的阻挡器 光是了解到说 在当年像email 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垃圾邮件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会去自己先装脑垃圾邮件的阻挡器一样 就是你的接收的那个界面 是你自己可以调控的 不是谁都就是可以任意的决定 你要看到什么东西 就好像说如果光线太强 你可以戴墨镜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自定 自己去跟这些AI互动的方法 这样子的话 AI跟你才不会变成是好像寄生的关系 因为脸书的AI墙面那一部分的 它基本上它只有一个活下来的目的 就是想要你在脸书上面待比较久 而且看比较多广告 这就是它的叫Utl Function 就是它的生命的意义 那但是呢 事实上这个对它很有好处 对脸书的广告上也很有好处 它对你没有好处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按照教科书上讲 是一种寄生而不是公共生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看说 哪些AI跟我们目前是处于寄生关系上 然后去把这些混结断开 但是如果就是如果有些AI 跟我们真的是互利共生的关系 那当然就可以自己去把它掌握住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在自己运用AI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用一些 它会把我们的资料 完全放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而不是放在这些大厂的手上 让这些大厂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去做 就是让我们非得待在他们的 这个控制之下的这个部分 像Piwi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现在叫做Matomo 这个我年纪变大了 好它当年叫Piwik 那现在叫做Matomo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Google Analytics Google Analytics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那但是我们在网站上面放Google Analytics 同时也是在帮Google搜集资料 那所以Matomo基本上就是Google Analytics 它这个完全界面就是向它致敬 意思就是超它的 那但是呢你就是可以加在自己的机器上 而且完全不受 这些这个一定要同时随时连线到Google的说明 那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App 大概都是有网页的版本里面 有一些是可以所谓的 Data Collaborativ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可以决定你要把资料放在哪里 并且只跟你信任的这些资料的提供者去进行协作 那它在界面设计上面当然都是去向一些大厂致敬 像很多人有用过Trello Trello是用来管工作的 但是Trello也是放在云端 但是现在这边就有一个叫做We Can We Can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尽端 甚至放在自己的小电脑里面 但它还是有跟就是Trello完全一模一样的功能 事实上我上班大概就都是在看We Can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办公室的We Can 所以我的这个同仁 哪些人在线上一览无遗 我就算正在演讲 都可以知道我的同仁哪些人现在正在开电脑 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 我们每个礼拜每一个部会 因为我们办公室是从每个部会派一个人来组成的 我们就看到每个部会派的人现在正在做什么 然后因为我不接触国家机密了 所以随时都可以把这个开给大家看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目前办公室最忙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目前最忙的事情叫做 2019年全新大专生工部门践行计划进化升级版RAID 3.0 这Cone name不知道谁取的 真的是很长 OK 那对 那他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就是透过就是教育部青年署的一种 践行的一种计划 让所有的学UIUX的这些 就是使用者见面或使用者体验的朋友 一起来看大家觉得说 我们把报酬软体一起改成比较好用的 这很棒 那接下来这30位朋友还可以再改哪些部分 就是一次的把各种各样子 大家用起来最不顺的公部门的系统 那去进行优化 那我们在17年是让所有的这个 就是IE不能动 对 是说让人很心痛的状况 就是IE或者Safari或者Chrome 这三个浏览器 所以大部分公部门的谎称在当时呢 这个不一定三个都看起来一样了 那所以我们就是先用见习生的工作 把它都变成一样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会CSS或JavaScript 所以我们就不用等一年 不用等厂商修改 很多见习生就直接说 那你改这几行 这再次三个浏览器就会一样了 那到2018年我们做的是 让Android跟iPhone看起来一样 就是任何的行动网站 它都不会出现横向卷动啊 泡板啊这些 有的没有的这些事情 那所以这些基础工打完了 所以我们今年终于就要开始进入服务体验 就是让它用起来 不但要不跑板 而且要就是用起来比较开心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办公室 在做的事情之一 那这些工作 我们在用刚刚那些系统做追踪 做共笔 做就是自己的APP 我们在上面可以任意开发自己的APP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最 最多人用的APP 其实不是这些 而是什么欢迎阿星就要吃便当 或者什么50蓝饮料单 总之就是 这个我们把行政院附近80块买得到的东西 大概都拍了一些照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有SYNCLE 3 会自动带我的名字 然后我也会说调整时差钟 我会欢迎阿星 那是午餐就不用买了 所以他们就不会不小心 这个多买一个便当 对这个环保也是很有帮助 然后或者是50蓝的饮料单 那所以就是说你在开发这些的时候 因为它底层的这个系统 叫SENSTORM 它是由我们行政院资案处挂保证 已经请国际第一流的白猫骸客 打了六个月 然后发了三个CVE 然后打不下来 然后他说 这真的是非常安全的一套系统 所以在上面任何会写一点点 JavaScript的人 都可以很容易的开发这种新的系统 那你就不需要觉得说 好像我们公务上的工作 都必须要上传到微软的云端 或Google的云端 或这些别的云端 我们就可以自己很容易的 让任何公务员 不但可以去自己开发 就是资料的应用 也可以把这些资料应用 跟不同的局处 不同的层级的公务员 去进行彼此的协作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分析还是AI分析 但它就不会变成 好像你去依赖这些大厂 有时候朋友们问说 对于这个假新闻的判别 如果AI机制来判断是否公正 如果用AI机制来判断 是不是公正 毕竟城市或模型 还是由人来撰写 非常好的问题 确实就是AI它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能够做的事情是 任何人来做都一样的部分 它能够让它做得更有效 更快 但是公正与否 这个是整个社会公共 评断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像刚才的 那个真的假的一样 真的假的这边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它不是只有真的跟假的 它也有不在查证范围 也有含有个人意见 而且也有就是 更多的讨论 就是其实并不一定 流行的东西都是假的 像这个 白糖可以活跃癌细胞 看起来就很像假的 但是是真的 OK 对 那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 它直接致癌 它就是一个研究的 一个摘要而已 那如果你这边觉得说 但它这个修辞 还是过于耸动之类之类 你都还可以继续在这边 继续留言 继续大家在这个工作里面 把每一个讯息 把它变得更精致化 那这一部分当然不是 AI能够来帮人做的 但是 AI能够做的就是说 它让人把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值得注意的 正在流行的 这些事情上面 而不是那些 就是好像是假造出来 然后事实上也不太流行 的这些事情上 所以它是比较 就是让人的注意力 放在正确的事上 就像刚刚讲的 垃圾诈骗邮件的 这个classification的分区一样 但它并不是用来说 好像代替人 对于这些东西的判断 所以确实就是 随时心里怀着 一份AI是不是公正 就像你看到一个讯息 随时怀着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的这种想法 绝对是批判思考 绝对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不需要 练习去说 那某些部分 它就真的是 任何人来做都一样 那这部分就是 可以让AI去做自动化 AI会取代哪些 人力的工作 像高速公路上的 收票员那种吗 就跟大家报告 收票员不用等AI 对 你知道 有这个就是 就是barcode scanner 这个是已经 非常不需要AI的技术 就可以就可以取代了 所以其实重点 倒不是AI了 重点是说 我们有AI之后 我们会多出 哪些工作来 好比像说 像刚刚讲的那些 自驾车 就是三轮自驾车 它会产生出 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叫做训练师 就是神奇宝贝 那种训练师 就是因为 你一方面要训练它 能够去了解到 为什么这些人 今天觉得说 这个老人应该要敬重 他本来出生的时候 没有这种概念 那但是二方面 他也要必须能够去 跟长辈说明说 他现在正在学习 所以就是说 你要教 就像教小孩一样 你要告诉他 这个环境 目前对他的期待 你也要让他自己的 这个期待 自己的想法 能够让环境了解 所以这两部分的工作 基本上是非常花力气的 但是这个花的力气 跟你实际去开一辆车的力气 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他会需要人的工作的内容 慢慢转变到 是不是都是在第一线 而是说 你还是做类似的事 可是你是做给机器看 就像那些检测漏水的 这个师傅们 他是检测给他的 机器学徒看 或者我在5G的 这个通讯的时候 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 就是开怪手 因为现在在4G的时候 你还没有办法 做到每个怪手上面 都装一些 这个影像的 这个捕捉 或者是一些 就是器材的 这个位置的捕捉 体感的捕捉 具体的 及时的传到控制中心 让开怪手的师傅们 可以在 就是吹着冷气 在大楼里面开怪手 目前4G还没有那么快 还没有办法做到 那当然我们就是 怪手这个连着光线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 就是这个还是 真的要等5G 那等5G出现的时候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一个师傅 他今天在这个工地 开怪手 然后下午到 另外一个工地 开怪手 可能是分别在台湾的 北边跟南边 可他就不用长途奔波 因为他就是透过 远距遥控的方法 去附身在怪手上嘛 就像那些动漫里面的 那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视觉讯号 就是传过来之后 他的操作讯号 传到那个机器里面 是几乎没有延迟的 而且这个过程里面 AI就会不断地去像 这个也是像动漫里面的 辅助驾驶那样子 会开始去学习说 为什么他在 这个情况下 要做这个判断 这个情况下 要做这个判断 那不但可以减少 这个就是工地的伤害 灾害 旅途劳顿等等 在师傅状态不太好 而且没有注意到 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机器就可以去提醒他 所以同样是一个 co-pilot的概念 就是各自有各自 擅长的部分 各自有各自会忽略的部分 那但是双方可以 互相去补强 那但是高速公路上面的 收费员 那他如果现在变成是 在一个就是 冷气房里面去不断地 判断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确实啊 可能100个售票厅 只需要一个人 来当机器售票厅 训练师 所以这件事情 也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 12年国桥里面 特别注重素养的培养 而不是特定技能的培养 就是因为特定的技能 培养完12年之后 可能这个技能 真的已经被自动化了 那如果你过度认同 自己的技能 觉得说这个技能太厉害了 这个别人都比不上 我别人都比 别人都快0.02秒 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话 当被机器取代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这个12年国桥 欺骗我的感情 那当然我们不想 要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说 就是说 现在重点是说 你觉得什么社会问题 或环境或经济问题 是你想解决的 组队打块结局这个问题 那这样的话 中间有什么新的技术的时候 你都是就是实际 去使用那个技术 而不是被那个技术 所使用 所以就是简单来讲 就不要叫小孩 当工具人了 如果叫小孩 当工具人 就会被人型工具 所取代 大概是这样 有时会朋友们问说 目前国内和假新闻 网军工具的事件 频传往往造成 门心纷乱 社会动脑不安 除了立法管制 与约束之外 是否也可以运用 AI技术来判别假新闻 防止网军的攻击事件 发生 确实是可以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 AI跟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跟人的这个群体智慧 还是必须要并行 脸书当年 有一个很有名的决定 就是他把实际的审稿 去审那些 有暴力倾向的 有这个去造成社会 这个不安动乱的 这些假账 假账号的判别等等 全部都交给机器去判断 然后把人类的编辑都裁掉 这应该是2017年 16年17年的事情 然后他都裁掉之后呢 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的 就是透过检举别人 然后来把明明不是假账号的人 变成好像骗过脸书的AI 就是骗他是假账号 在这个新的行业就产生了 而且在台湾还就是蛮多人 就是进入这个行业的 所以一夕之间就 突然之间就 很多明明什么都没有这个 讲或者是说他讲的 就明明是很正常的 就在就是有系统的检举 或有系统的回应的这种 pattern之下 莫名其妙就被脸书的AI 判定成假账号 那就好像是就是变成黑猩猩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他们透过某些方式去去就是 蒙混那AI的这一部分 所以后来脸书就就决定说他 就是说AI技术还是要继续用 但是有一群人在当这边 不断的当AI的训练师 而且这群人的编制 还要比本来的这些 就是人的这些内容的编辑 还要更大的 这个新的操作 大概是1819年的时候 18年的时候脸书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发现说他们还是不能少聘人 只是说这些人的工作跟以前的工作是不一样 他不是到第一线 他是不断的看AI的判断 然后不断调教AI的判断 因为道高一尺磨高一丈嘛 不要被这些新的这些 就是操作的人这个瞒过去了 那当然这是目前这个非常非常红的一个 就是两边啦 都是不断这个道高一尺磨高一丈中 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好比像说 我们可以装Facebook fee eradicator 你可以把同温层这个完全让它消失 你装了之后就没有同温层了 就是说当我装了这个之后 我今天关心什么 像就是最近两天在开亚太的社会企业高峰会嘛 所以我就会在脸书上面不断关注社会企业的这个关键字 或者可能大家可能知道说在推特上提到我的名字 我就会跑来打心之类的 就是说我不会管说他 到底AI判断他是不是我朋友 或会不会是我感兴趣的内容 任何人他只要提到我目前正在关注的关键字 那我觉得我能够有所贡献 那我就会留言 然后就会开始讨论 就会开始做出一些贡献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比较不受这些假讯息的影响 因为基本上我回应的部分都是 我觉得有正面可以贡献的部分 那这些假讯息什么这样 没有办法干扰我的心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大家都学到说 你看到一则讯息 你回应自己觉得有建设性的部分 然后把其他部分完全当作没有看到 那这个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是所谓媒体适度的能力 这些各位应该都没有问题 我比较担心就是长辈们 那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家都是在解研之后成长的 可能还不记得戒严时代 可是我还记得了 我可能是记得戒严最后一代 那在当年就是 不但提到特定的人名 前面都要加空白件 而且还要加全新空白 对那而且 而且就是当时就是 是有标准答案的 就算你觉得哪些答案是不对的 你也不能够 对对谢谢谢谢 比较年轻的朋友是 完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对那 对那所以 那个叫挪台 这非常重要 对那就是除了有些特定的书写歌 是特定的字体 特定的就是套语之外 其实你现在看一下 我们隔壁的某个经济体 就大概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 而且还有就是说 就是有标准答案 就算你知道那不是对的 你还是得回答 不然的话就会 可能会被消失 那在当年的那个状况之下 大家脑里都装了一些后门 就是1984里面叫double think 双重思想的这种后门 就是你可能自己觉得是怎么样 但是呢 你同时还要格式化成另外一套样子 那在这个格式化里面 其实就是现在假讯息 最容易侵入的这个后门 他只要看起来像某个权威的人物 或者他用某些权威的字体 或者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是就是胡适说的一句话 然后配上胡适的照片 没有了 对就是说你透过某些心灵的后门 就很容易的去触发当年那种 好像是威权时代 然后老师说你就必须要传播出去 不然的话就可能会被消失的那种不安 那这个是真的 所以各位没有经过这些时代 可能没有办法了解这件事情 但是目前其实在台湾很多假讯息 是在运用威权时代 在威权时代还记得那些人脑里面留下来的一些后门 在那边进行就是木马的运作 那所以我们大概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每一次当看到就是长辈被这样子影响的时候 就是让他们不要输在终点线上 而是说更新一下他们脑里面的快取 就是让他们了解到说 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 那当年他们确实是有那样的经验 是有价值的 他们智慧也非常重要 但现在的世界不一定跟当年的世界是相同的 那所以其实在尤其在去年公投之后 这个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这个他怎么跟长辈讲都没有用 为什么还会相信那些这个小卡片 那但是我就是问说 那请问你就是多久跟你的家人一起吃饭 或联系一次或怎么样 我自己是每个礼拜至少都会跟我妈 我阿嬷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四位老人家都还在啦 外公一百零一岁了 我就是都都至少每个礼拜一定会跟他们讲 比较久的一次话每个月也会就是见面两次 然后也会一起吃饭之类 所以就是说我对他的状态是同步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很多年轻朋友呢 其实一个月可能不一定有一次一起跟家人吃饭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被就是他的信仰系统 或者他的就是左邻右舍 或者是他的这些就是比较威权时代留下的这些人际关系带走 那那当然让人一点都不意外啊 因为你就没有花很多时间陪他嘛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靠多跟长辈相处 然后来多争取说大家在脑里面 对世界的事实性的认知是相同的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那有九二朋友们问说 量子电脑出现对于AI技术有何影响 有相当大的影响 量子电脑当然今天时间没有办法讲非常多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把 本来是透过平行计算 就是你有一个题目 然后你需要一千秒才能算完 那你如果他把它变成massively parallel 你可以找一千台电脑 然后每个算一秒就把它算完 在很多题目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拆分 但是量子电脑它让一系列的这样子的题目 能够很容易的去拆分 而且它只受到它的qubit 就是它的量子位元的限制 你有几个qubit 你就有二的几次方的 要看你的演算法啦 的平行计算 可以在不买额外的电脑设备情况下去做完 那所以我想它对于就是计算的效度 对于可以用的新的演算法 而且还有很多透过量子电脑 因为现在还没有真的普及化 男生的演算法 大家发现在gpu上面也可以用 再拿回来去让我们目前的这些 人工智慧演算法进步 这些都非常有帮助 所以如果你对量子电脑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是更进一步的让 说不定我们现在碰到最困难的几个问题 好不好电脑没有那么容易解释自己 到底是在做什么的这个问题 这个说不定可以去有所突破 这个是很推荐大家去关心的 有八位朋友们问说 那么人工智慧发展到极致 我们的生活工作 有没有可能被机器人所影响或取代 为了我们是不是要靠 John Connor的带领来毁灭SkyNet 才能够避免人类灭绝 这个真的电影看的比较多 那OK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人工智慧 看成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性的智能的话 那其实我们都是 跟人工智慧是处于共生的关系 我们现在要问的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里面 会不会被人工智慧影响 而是说这种影响 它是共生还是寄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是寄生的话 那就好像你科药一样 就是到最后你的生活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养药头了 那这样当然就不是一件好事 那反过来讲 就是说如果就是 就是你用AI的方式是健康的 那它就是可以让大家去想象到 一些本来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事情 因为它可以帮你把 一些很杂碎的事情做完 然后让你专注在那些 很重要的判断上面 就像我们有网绩网络之前 大家很难想象说 就是一大堆这个 在网络上面每次贡献 一分钟两分钟的人 就可以把类似 大家不列列百科全书 那样子的维基百科 把它编辑完 在有网绩网络之前 这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在当这个中序做出来之后 大家都觉得说 那就不错 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创新都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看到AI来的时候 只要越多人可以使用 它越民主化 大家在中学 在大学 在甚至小学的时候 就觉得说 AI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也可以很容易 train一个model出来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很普及的去说 那每个人都会用它来解决 自己的问题 而如果我们像 就是别的地方一样 就是说只有少部分人 才能够去做 跟科技相关的决定 而且这些决定可以影响 大部分其他人的话 那这样当然就很容易说 你就不小心 就是做出一个 或很小心 做出一个不好的判断 那就就是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所以我想权力越集中越危险了 然后越分散是越安全的 那我也很常做一个比喻 就是说 AI现在是把我们脑里面的一些 不假思索 一秒钟之内就可以做的判断 把它抽到外面去 然后让它可以批次的进行处理 好不像说 看到一段英文 脑里浮现中文 看到一个人 脑里浮现他的名字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不假思索 可以做的判断 但人的价值 就是在你综合这些去做判断 那同样的就是像当年文明发明火焰的时候 也是把我们不假思索 就可以消化的这个工作 把它移到体外去批次做 你就可以自讯很多的食物 然后大家就可以吃得比较好一点 文明就可以发生 那在火焰这个技术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整个城市可能有被火焰 就是摧毁过 那我们现在到现在都还需要有 非常多的消防队的服务 但是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并不是说 这个社会上面只有一小部分的祭司 可以使用火焰 我们的方式是说 任何小孩他到六七岁 你就开始教他煮饭 你就可以开始教他怎么使用火焰 但是同时告诉他说 哪些是安全 哪些是危险的 哪些是可能让房子烧起来等等 只有在他很小的时候 觉得说 我是这个工具的主人 他才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是在未来的时候 别人说了什么就相信什么 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同样 刚刚大家问了很多很好问题 隐私资料的处理 ethic等等 那这些如果是大家 自己有过资料管理的经验 好比像说加一个空气盒子 一起去量说 旁边的PM2.5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 data stewardship 就是怎么样管好你的资料 这个突然之间就不是很抽象 不是你未来去Google 或去哪里工作 才学得到的东西 而是每个人都 立刻就会碰到的事情 资料怎么分享 怎么样去保持得要真实性等等 所以我们越把这些纳入 越早的教学阶段 我们未来就越不会有这种 就是需要特定的人来带领 然后毁灭SkyNet的情况 因为大家就可以比较民主化的 去了解到说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然后以及那些是安全 那些是不安全的 这可能是最后一个 可以回答问题 要如何协助传统产业 来结合AI技术 关于这样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 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在解释 对在解释目前 就是AI难以说明 目前的AI已经可以这个区分 里面哪些是水果 哪些是动物 但是目前的AI没有办法跟你说 为什么他知道 哪些是水果 哪些是动物 但是这并不是说 目前的AI很烂 而是说 其实你想一想 你现在要去跟别人说明 你为什么知道 哪一个是水果 哪一个是动物 你也不一定说明得出来 对 就是说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叫做Polainese Paradox 就是我们懂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只能表达 里面很少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说机器学习 就是说我们暂时说 那我们机器只要它做出来的判断 能够去学老师傅的就好 老师傅那些没有办法解释自己 为什么会的东西 我们不强求 AI一定要像前两波一样 去建立一些就是 我们叫做Symbolic 就是符号式的方式 去进行讨论 所以把这件事情 就是稍微放掉之后 我们才有今天这一波的机器学习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在就是所谓的产业AI化上面 目前在台湾最夯的 大概是这四个 那这四个都是非常扎实的 就是它不是依赖量子电脑 不是依赖新一波的AI架构 它是用现在的AI架构 用比较便宜的GPU 大概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 同样的都是融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去问工厂师傅 谁也不想要花一天里面 大部分的时间 在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事情 他们宁可当训练师 那所以像这个是瑕疵的检测 这个是像PCB上面 最常见的一些问题 短路空汗 击反 缺件 幅高 跪脚 撞减 等等 对 那所以所有这些 其实就是quality inspector 他们现在就可以回过头来 去inspect这些AI判断错误的部分 而不是每一个了解 它都要自己检测 所以这个是视觉检测 自动的流程控制 像有些设备 它有很多的parameter 那但是它有些可能是 你调了之后一段时间才会显现效果 所以那个就是工厂的人就要 不断在那边不断monitor 然后脑里就有很多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的model 那所以现在同样的就是说 拍一个机器学徒在那边观察它一段时间 然后去调控 那调控不一定它的技巧比老师傅好 可是它每秒钟可以操作那个手速 绝对比老师傅高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可以很容易的使比较多的假说 然后就很容易的做到这个良品的范围 所以它良率现在也是比较好 那同样老师傅也会推到第二线去控制这些 调试的城市的良率 而不是直接去控制这些机器的良率等等 那预测性的维护 原料组合的最佳化 你要打出这个颜色 你只有这些颜色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子配 才能够有这个颜色 那这些其实都是就是用人来做的话 他很多老师傅做得很好 可是学徒要学 他也没有办法跟学徒解释 为什么就是靠经验 那但是这样子的话 他在教机器学徒的时候 至少人类学徒就可以去调整 那个机器学徒的参数 而不是说他就需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这个经验的传授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目前在工厂里面 实际每天在使用的 那刚刚的那些例子 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简报 所以给出一些例子 所以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欢迎更进一步了解的话 到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网页 就可以进行了解 好 今天谢谢大家 问了什么多很棒的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政务委员 我想我刚刚一直在想 这个政务委员应该是蛮异类啦 刚刚虽然讲说 这个自立测验 那个是可以训练无效的 我想再新的自立测验 应该也是 政务委员也是180以上 因为最重要的 不是这个反应快 最主要我看是肚子里面的东西很多 可以看到问题 马上反应 比电脑还快 再次的感谢我们政务委员 这一场精彩的演讲 谢谢 谢谢 指挥来中间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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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来看要不要往中间 讲好不好 看起来有个站起来 通过来 好我们看前面 来下一个 来习惯你的补田 来比个夜好不好 好我们再来一个赞 OK了吗 我们等这一次 好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大家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家伙伴员 谢谢